渣男呀真的是毁了我一生 如果不是跟渣男结婚 我今天可能是完完全全另一个事情 不光是毁我一生 还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我们从小我们家庭条件特别好 我出生的时候 实际上是困难时期嘛 60年 但是那时候我父亲的工资 已经是110块钱了 然后我母亲73块钱 就说我们家没有吃过苦 我们从小就吃喝呀什么的 都是特别富裕 他们虽然苦 但我没有遇到过 后来呢 我小时候爱唱歌跳舞 宣传队呀什么的 经常去演出 我的学习特别好 只要一考试 我永远是全年级前茅 就这样的一个学习 后来考大学是吗 就是一下子就考上大学了 我们那个专业啊 是当时咱们全国 就是这个日语专业嘛 它是一流的 都是一些国关老师 就是国际关系学院老师 回来当我们的老师 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 我又去日本的 那时候不是一州大学 是二州大学 我就上那个硕士研究生 这样的一个学历 没结婚之前呢 就是一路非常非常的顺 因为我也长得好看 这红衣服是你 我跳舞出来的 这个身材也不错 我这才一水七的腰 就是小小小白腰啊 然后尤其上大学的时候 从其实从上中学就有人追 上小学都有男生追 就是跟着后屁股走 然后一路一路 我也没当回事 因为我特别傻 就老知道学习也什么的 好像就是因为家里面有男孩 我们家三个女孩嘛 就没有这个男女 这个意识 特别傻 到大学就更多了 大学的宣传队什么的 然后就是楼上给我写情书 我也无所谓 也不看 都给人退去了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直接就分到了这个 特别就是全国 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么一个公司吧 当时正好改革开放 那么我就去手艺翻译吧 就在那就跟着他那个中方 就到日本去了 就进行这个考察呀 采访呀 就这种讲课什么的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学习好 然后日方对我的 就是评价非常高吧 我就留下来了 一般你要是口译不行啊 或者你学的不好 他不会让你出去的呀 所以参加宴会也好 干什么也好 每次我都去的 第一期85年就出国了 出国以后 不管中方日方 都对我的评价很高 回国结婚 回国结婚以后呢 转年就生孩子了 生完孩子 我都命运就彻底的转变了 一下子落到了底骨 哎呀 因为呀 我生的是女孩 生完女孩以后 他们家特别失落 他有一个哥哥 当时也是个男孩 但男孩是个傻子 就生的那 第一个男孩是个傻子 然后他就 所有的家里的那种希望吧 都在他身上 前面是三个 我都姐姐嘛 然后他就 一听是女孩之后 就恨不得把这个女孩啊 给他弄残疾了 或者是采取什么措施 反正就不要他了 我呢 再生个二胎 那时候城市里 二胎特别管得严 他就步步的 就采取某种措施 就把我母亲这样的 有一天呢 我正跟孩子玩呢 因为我每天就 跟孩子特别 他对孩子不好嘛 我就加倍对孩子好 我就 只要有时间就跟孩子玩 我很少跟他说话嘛 那天我们两个人和孩子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踩 就把我脚就 就踩 因为我趴在地上了 我闯不了气 我也说不说话来 我就快松手会 我后要憋死了 他踩着你 踩后背了 整整我就 趴在地上就 我一脚就踩上这种 我就感觉 啊一声 后来我孩子 啊一喊 我妈跑过来 他就松脚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踩完我之后 他跑了吧 他当时 你知道一边踩的时候什么呢 我让你天天陪着他 就是踩了一脚 之后 从此以后 我就病倒了 然后后边呢 就是越来越悲惨 以后的视频呢 我就想慢慢地给大家发 那么我因为也没有什么流量 刚一开始玩的视频嘛 所以我就想呢 通过这个 呃 哭哭老师呢 带带我 帮帮我 就哭哭老师 他比较有这个爱心 我看 你看年轻 虽然年轻 听到我的这种事情之后呢 特别同情我 我的经历太长了 我现在六十多岁了 我将来能慢慢地 开个直播呀 我把我的经历讲一讲 同时也是教育教育 其他的那些 小的时候光顾学习 也没有什么其他经验的 那个女孩子呀 还是男孩子 别伤到受骗 男孩呀 真的是毁了我一生 不光是毁我一生 还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甚至这个女儿嘛 虽然是在这个 其他的方面 有这个 比较比别人突出 但是心里是有障碍的 他非常非常自卑 小的时候 多少次的就是打奖 应该别的孩子 非常羡慕他 哎呀 你家孩子们呢 但是我女儿的心里 实实注重 是自卑的 因为他的父亲天天说嘛 你是无能的 你不能干什么 每天骂他 你什么都不行 你一事无成 你怎么怎么样 语言的暴力 对我女儿是一生一生的损害 嗯 嗯